我们一般称为怨菩提心和性菩提心 或者世俗菩提心和深义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分为怨心二菩提心 等等就分为很多种 所以我们凡夫能做得到的 就是母亲来讲的话 就是世俗菩提心 世俗的人可以发得出来 世俗的人可以想得痛的部分 就是世俗菩提心 神义菩提心来讲的话 有参定的人就可以了解的 或者是菩萨们的经济 已经超越世俗的观念